即使你还没有到退休的阶段 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尤其是那种上游老下游小的 这种三明治族群的压力 其实更大 所以大家平常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做抒压的 根据统计显示 既然做这件事情 是比运动还要更抒压 什么是哪里的 现在我们普遍性都很清楚 就是运动可以增加 人的脑内的一些飞 那你情绪会得以舒缓 甚至会得到更加快乐的一些情绪 可以把这整个压力能够释放 但是我们知道赛车 其实它也是一种运动 对 那其实对于很多个运动 它都有研究说 你做什么样的运动 例如说你做这个心肺型的运动 或是肌力型的运动 就是主力型 就是你要负重 像我们阿克就有在做这个重量训练 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 总是笑容满面 因为它的情绪会是比较稳定 以及开心的 那当然这些运动都是有经过科学的一些研究 跟数据 不过赛车这件事情 却没有被认真的来讨论 所以英国有个大学 跟这个Stanantis旗下的一个品牌 就做了一个合作 他们把人丢到赛道上面去 驾驶一个激烈的操架过后 甚至只是由专业的赛车手 带着人坐在副驾驶座 让他去体验整个赛道的一个激烈操架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他们装了摄影机 装了感应器 侦测人的这个脸的样貌 甚至带了各项的监测器 心律的监测器 智慧型的手表去监测 他整个情绪 心跳 血压 等等的一些比例 来去做统计 发觉 这下厉害了 为什么阿克除了做重量训练之外 还是这么的开心 因为呢 在这种激烈的操架上面 甚至比起这个 做这种重量训练 更加的快乐 快乐的指数高达77个百分点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 相当惊人的一个统计数据 跟研究报告 那当然你会发觉 很多原厂 其实可能也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都邀他们的车主怎样 去参加一些赛道的活动 不管是由教练来带你去体验 开着你自己的车子 去体验整个赛道 经济你的驾驶技术 每一个人在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 基本上 都是笑容满面 心情开心 所以就可以买下 下一台他的梦想车 买这个品牌 觉得他参加赛道体验之后 发觉 原来教练开那台 才是更厉害的一些赛道车 我也要来买一台 借而刺激促进了 整个车辆产业的一个销售 其实最近 Jagor和Rober也带着他们的跑车的车主 去了赛道 自驾跑了一大圈 所以我相信 最近可能他们又要有一波 这个业绩的成长了 我觉得手牌才是王道 出手牌我就买 手牌对于很多的车迷来说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即使是现在这个时代 手牌车越来越少了 但是你们对于手牌的那种执着 会觉得说开手牌 好像优越感就比别人多一点 是这样吗 乃哥 其实我觉得 这应该可以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说 我记得有人之前都在玩音响 玩那个真空管 然后后来现在都是用什么 电子的 蓝牙的 没错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 忠于真正玩音响的玩家来说 这个所谓是high-end级的音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的变迁 但是我们来看国外的一个调查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这个是在美国做的一个调查 他说他假设他访了一些人 大概63%认为 学习手牌车是一种成人的象征 你真的会去驾驶一台车 63% 但是这63% 这受访者呢 既然只有24%的拥有手牌车的驾照 当然因为那在美国 那所以也就是代表说什么 他的车型选择可能也没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说 除了他是一种成人的象征 跟一种生活的技能之外 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数字是 他有49% Z4代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2000年之后的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都觉得开手牌 是怎么开的 连逻辑都搞不太清楚 就大概有一半 还有42%的女性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问他们 你们搞不清楚 但是如果有机会让你们学手牌 愿不愿意 我告诉你 又有67%的说 我愿意 我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 那我觉得在这个调查之后 你知道这个mini 这个mini这个品牌 就推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好 既然这样子 大家既然对手牌都有兴趣 我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是你们的选择太少 所以他们一口气 就推了四台的这个手牌车 如果以整个mini车系来说的话 他大概有七种手牌可以选择 是很多耶 非常多 就单一车款的话 你会觉得说 哇 那它是非常有诚意的 因为我觉得mini它本来的一个 品牌核心价值 对 设定就是 因为我们从知道 从以前mini有一些赛事 然后一直到它现在 想求的是什么 风卡 有趣的车 特殊又有趣 操控的乐趣 所以这一切呢 我觉得这个品牌是做对的 而且它在 除了这一个 而且从今年的3月1号就开始生产 提供给这个北美的这一些消费者选择 最重要的是 可是我推了车 你还不会开手牌怎么办 好 我告诉你 接下来就是美国 它其实有提供消费者开手牌车 练习的机会 它不是算是驾训 它是说你有了驾照之后 你再去学习手牌的那一个机会 那像我们现在台湾考驾照 考手牌是要加钱 因为车少 以前我们考只能考手牌 然后那个自牌是要加钱 好 那你知道美国考手牌车 这个驾训要多少钱吗 不知道 跟台湾驾训办差不多 15000块台币 合台币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会吸引一些人 重回这个手牌的怀抱 是 不论你是喜欢手牌或者自牌 其实车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想要财富自由的话 你可开始要好好的规划 想要买一台车的话 你的收入多少 大概你可以拿出多少钱来买车 是从哥来跟说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在理财的时候 当然都是 或是买任何商品的时候 都要用你的薪水去判断 那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 假设说你的年薪是60万的话 你买车大概是约莫 用你的年薪的1.5倍去算 就是你的年薪是多少 那用1.5倍去算 但是这个所谓的年薪 是指你的固定薪水 不是说我去年赚股票赚了300万 但是我年薪只有60万 用这样去估算 那你买房子也是一样 用你大概年薪的大概15倍去算 这个15倍以上 那都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情形 然后用这样去推估 所以我们一般的来买车的时候 我觉得有这个特别是上班族 当然要考量点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薪水的这个范围 你千万不要买超乎你负担的这个车子 因为这个会变成是 刚才不是有人说这个 我认为车子是负资产 你一旦超过你的 买的这个能力的话 它就真的是变成是负资产 它会压垮你自己 整个所有的一连串的财务负担 那特别是 所以我才说不要买超过你的能力的车 像我讲几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在媒体业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记者 他现在记者的薪水其实也不高 他开的车比我还要好 那我就觉得这个记者应该是待不了多久 应该家里很有 对 就果然没多久 这个记者就离职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判断的这个标准 因为你薪水很低嘛 那你既然能开得起那样的车 那他就很有可能会离职 我觉得这个老板都会看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同业之间的这个看法 就是同业 有时候同业都一起出去 你开的车就这么好 有的同业就觉得 对你就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你都要兼顾这种 为什么用你的薪水去考量 这个兼顾你的同彩的这个压力 或者说整个你的工 老板对你的观感 再来就是说当然你需不需要用到车 像在台北市好了 你说实在来 除了你是跑业务来说 其实有时候你坐捷运 搞不好都更加方便 而且你坐捷运来说 一定会比较省 再来就是说你还要把这些油钱 折旧 保养 税金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停车费那些方式 对 停车费要考虑进去 那到底你所开的位置的时候 有没有停车场 这也都非常重要 所以这些都是要 你要买车 特别是说你在工作场合 你要买车的时候 几个这个相关的重点 就供大家参考 是 结婚可以冲动 但是买车千万要好好的仔细考量 尤其是你的行业别 如果像是做业务的 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自由业的人 你可能真的很需要一台车 来代步来创造你的财富 那么有什么样的车是好养 而且就是不会找你麻烦 又省心的一些车款 其实跑业务真的那种日常 你如果要开车的那个花费 其实是蛮庞大的 我自己是觉得说 如果跑业务 你把自己打扮的体面 然后其实骑机车或是坐捷运 其实都是蛮省钱的方式 可是如果说你这种 跑业务的范围比较大 可能你要跨县市 什么北北基啊 对 甚至你要逃出 对 那这样的话 你就非得开一台车不可 那其实目前这两台车 包含说你上的Centra 跟Toyota Colota Close Hybrid 这两台都是我蛮推荐 就是适合给 就是那种业务的这种工作的 这个人士所选用 那其实这两台车 虽然你说都是国产车 可是这两台车 目前它都是 就是销售表现相当好的车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看说 如何选一台车 可以就是 购车是在负资产之外 可是还可以帮你省钱 其实有时候你就是 跟着这个销量看 什么车越多人买 或是甚至说 很多的问奖 很多计程车司机 选用什么样的车 就是跟着买就对了 像是这台 你上的Sentra 其实它的平均油耗是17.7 每公升17.7公里 它为什么会省油 因为它搭载这个1.6升的 这个比较新科技的引擎 然后搭配这CVT变速箱 所以说它其实 在这种省油表现上是相当好的 而且它的车价77到86.5万元 刚刚世聪哥也提到说 你要购买年薪大概1.5倍的车款 所以其实你大概年薪 五六十万六七十万 其实对于说买这你上Sentra来说 其实也是负担并不会那么大 接下来这一台就是更是在省油表现 是更突出的 它的就是搭载这个1.8升 Hybrid的系统 平均油耗超过20 每公升跑21.9公里 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说你开了一台平均油耗 是20的车款 如果说你就是再相较于说 你今天开一台车平均油耗只有10 你看你这样子一公升就差了10公里 如果说你天天开车跑业务 每天的这种 里程都很高 对 都是一两百公里的话 其实你一天的油钱这样省下来 就大概是你两个便当的钱了 对 然后这样子积少成多 对于说你跑业务想要省钱 想要就是多赚一些钱的话 其实你选用一台省油的车 的确是对你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换了一个新的职场 一切都重新开始 想要树立新的同事心中一个良好的形象的话 其实人设就非常重要了 那你要设立什么样的人设呢 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呢 给你不同的人设表现 怪你 刚刚世聪哥跟我们讲 如果你有多少薪水呢 量力而为买多少钱的车子 买多少钱的房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你可以长期的持有 长期的驾驶你的车子 享受车子带给你的一个移动的乐趣 以及在社交经营上面的一些 给外在人 外在形象的一些展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说 你穿什么衣服 带什么手表 开什么车子 代表你这个人喜好的项目不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所谓运动咖来讲的话 你看到一个人开了苏巴路的XV 就很爱运动 你瞬间联想到的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天天在外面 天天在往外跑 然后它在有一种越野的需求 因为怎样 你看到原厂广告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 我的车子可以翻山越岭 所以你就会联想到这个车子的 里面的那个人 就是跟着广告一样 是在翻山越岭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所以当然不是说你要去营造说 你想要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人设的一个这个感觉 而是我觉得我们依照自身的需求 来去选择 我应该在我的年薪的1.5倍上面 买什么样的车种 所以如果以苏巴路的这个XV来说 你看到广告来讲 它是102万的一个这个售价 那你算一算看 你的年薪是不是足以负担 这样子的一个车架 我又喜欢户外的奥多的风格 我同时选用的是日系的品牌的车辆 稳定度妥善率也绝佳的一个情形 而且还有四轮传动 对 又有四轮传动 所以当然就会符合我的这样子一个需求 或者是属于这种 Focus的Wagon 这个最近国产新车上市 它的售价从89.9万到105万 所以它这打击范围就很广了 至于年薪的需求度 也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要求 当然根据不同的车的价格带 它有不同的一些配备 主要还是现在这个Focus的Wagon 国产化之后 它代表什么你知道 它有强大的一个运动性能 我们都在赛道上已经体验过了 所以呢代表什么 刚刚我们讲说 如果你去赛道上的激烈抄架 会带给你什么 心情愉悦的一个这个感受 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 行李箱的载运空间 所以可以兼顾家庭的需求 你要往户外爬跑 你要去露营 你要去爬山 你要去大卖场 购买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当然很大一个重点 它的价格 从89.9万到105.9万 它总共有三个车型 跟配备上有一些不同 但是最重要的 一个叫做Level 2等级的 Colpilot 360的安全系统部分 它是最入门的车型 都有标准配备 在这样子的一个车型上 那么纵横职场精明概念 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解读方式呢 你会发觉Honda的HRV是一个所谓 现在主流的跨界修旅车 那怎么样叫做精明概念 这个价格 有没有看到 不到90万 Focus的Wagon的最入门款 刚好是HRV属于高阶车款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所以当然我就会精打细算 来选择我想要的资料 那当然除了这两个精明概念 跟运动的这个 运动的这个选项之外呢 另外在于家庭来说 好爸爸好男人 也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需求 另外看到没有 Toyota的Camry 现在四门Selan的房车 你能够选择的项目 其实并不多 但是我们从每一次的 这个销售的成绩看到 你会发觉现在中大型的四门房车 这就是Toyota的Camry 一支独秀 那它代表了什么 大家的选择 多数人的选择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跟我一样 是爱家 是 顾家的好男人 好男人 因为我的选择也是这个 他的选择也是这个 当我在跟他面对面要沟通 谈生意啦 买保险啦 或者是在做这个 生意上的一些往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人 属于什么 它不是乱花钱的啦 它也是属于这个 兼具家庭啦 跟使用的需求的一个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人设上面 你就会发觉 每一个人所选择的需求度 是不同的 那当然Skoda的Carac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休旅车的这个车型 对不对 那这个车目前是卖得非常好的 你要买车你得要怎样 等好久 所以如果我今天看到 来跟我谈生意的伙伴们 它开的是一部这个Skoda的 Carac 第一个我会知道它是什么 聪明 对 因为聪明的才懂买这个车 第二个 它可能对于未来的计划 都有长远的规划 所以它现在可以开这个车子 它早早就已经订定了 它的购车计划 下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